就著一地兩檢的法律依據 剛才李飛主任也說得很清楚 我也認同他的說法 我也有信心一地兩檢 是在法律上站得住腳的 反對派的人經常說 喂 各地啊 我覺得這件事真是胡說八道 可以說這次人大決定是一言喪港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其實這次已經不單止是說一地兩檢的問題 其實整個第一步走 第二步走大家看到整件事已經超越了一地兩檢 說的是中央政府在香港實施全面的管治權 無論是在行政機關、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 可以說是全部都已經可以說是滅了他們所有的權力 以前就說這個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 今天是常委治港、零度自治 其實特區政府是找不到一條的 是符合基本法規定的安排 去遂用香港社會 一地兩檢在西九的安排 是能夠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所以它要利用到人大常委會這個最高的權力 去顯示了香港基本法 所能夠給香港社會 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的保障 是會在人大常委會 他們是不約束自己本身能夠運用的權力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會很明顯地失去了應該有的保障 也都會令到國際社會和香港市民 是失去了對一國兩制的實施的信心的 謝謝大家